当时那个医生告诉我说 你的孩子的整个脑部出血状况非常的严重了 那时候当下差点跪下来 希望说要救我的孩子 我死了 其实我什么都不知道 可是实际上真的痛的会是爱我的人很痛 当他醒来那一刻其实是完全失去记忆力 他连生活能力都没有 语言能力也没有 其实跟一个小baby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我看着我的爸爸叫木法沙 木法沙是星巴的爸爸 星巴就是狮子王的主角 我那时候的记忆只有办法留在幼稚园 当你觉得你可以handle 你可以处理所有事情的时候 突然你就跌倒了 过去他是天之交之 在很多部分他是洋洋智的 甚至有点高傲的情况 经历这场车祸之后 我才会发现我应该要改变一下我的一些行为 人在一个财富平安无虞的时候不会想到无偿 其实经历过他的事情之后呢 我会更珍惜现在的每一个人跟事跟物 一开始我是连教医生爸爸都有问题的 那也是有这群不同的副健师 还有甚至没有念过什么书的看护阿伯这样子照顾我 我才有办法走到今天这一步 所以要好好珍惜身旁的所有人 每个人都是很有价值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